現場一群很重要的朋友 你幫我介紹他們出來好不好 用英文名介紹好不好 齊一點 我們數三聲之後 一起用英文名介紹 3 2 1 3 2 1 Honey 我們採聲鼓勵 Honey 鼓勵 鼓勵 Honey 你好 我現在很感受到 Handom所說的人靈心善 因為很近距離看到你是我的公分 沒錯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在這裡 都是另外一個公分 因為我對 HT這個課題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與我認識相關 而我一直都不知道 因為 首先我有很多朋友的 小朋友也有這些 HT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社會裏中 會關注多了 因為後來我覺得不是 小朋友 原來只不過是 我們小時候 可能沒有這樣的 Test去告訴你 你有還是沒有 所以我們到達人之後 自己有研察過 所以我今次來到 都希望可以了解更多 都令到大家可以認識更多 剛剛聽過我們嘉賓的問題 有沒有令你都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做Test 其實我真的要做Test 但在不用做Test之前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有的 就是因為我很多ADHD的特徵 我是有的 包括我小時候 很有趣的 我讀書 我很乖 我可以坐在那裡 不動 不出聲 看著那顆蛋 很靜 但其實我都不知道它是怎樣的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咦 是不是因為我讀書 沒有方法 沒有技巧呢 還是我興趣不大呢 所以我這樣呢 想到大了之後 原來我覺得 我對於我很有興趣的東西 例如我買一幅畫 我做一個陶瓷 我看劇本 我可以十個小時 不吃東西 不喝水 很專注去做這件事 甚至我 我多少時候 有次做過陶瓷作文 身邊有些人都會說 不如你緊張嘴 先吧 但我是不覺不覺 就自己就坐在那六七個小時 但是 然後我覺得 咦 原來這麼有趣的 但是 我不是已經專注來不足 那樣 我覺得自己很集中去做這件事 但如果我有興趣做的時候 我又會做得沒有的 那我開始就會 透過一些 一些 了解那些PhD 然後我發覺 原來呢 是有些神證 是被自己不察覺 但當年察覺做了之後 其實 她的嬰兒是一個病 在我身中 但可能會導致的一些問題 會衍生到 有焦慮 會有 甚至乎抑溫的情緒 會有 會有情緒 那我覺得最緊要 是要了解自己 原來自己 然後你有方法 去面對自己 然後發揮自己的阻礙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剛剛阿里說了一個很重要 ADHD的朋友的特性 就是當你很喜歡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會比其他人更加熱忱 我可能對你來說 配對版都一樣很努力 會做得到 我不喜歡配對版 但我喜歡朋友互動 所以我喜歡演戲 因為演戲對我來說 其實是交流和努力 但其實我演藝之路裏 我想分享多些 正如今日 演藝之路裏 其實我很有創意 就是因為我第一天入獄 我是去幼稚電視 當時我要做主持 那呢 因為我的專門不足的問題 如果當時不是說 我在幼稚電視做主持的時候 我要做LINE 因為當時有世界規 那我做LINE的時候 我是經常識到鏡頭 我是突然間空白了 然後我就認識我先 然後我就 扔著他 然後我就很暫停 很自責 很久就明明我那句 可能兩分鐘的稿 我累了整晚 明明我覺得自己演得OK 為什麼我可以 一對著LINE的時候 那一刻我竟然選擇了 我可以不停地擺放自己 所以這些經歷都會令到我 這個安全感 我用這個質感 就是原來我是會容易 特別緊張 可能是一些壓力 可能是 所以我突然間的宣傳力 突然都失望了 好像會不會到這個情況出現 那我了解了之後 到我現在做演員 都是一個 可能我了解到自己 十八年 可能我做村子 如果我做村子 如果我做村子 有兩位有經驗的主持 拍攝著我 可能我要安心些 可能我就唱首歌 我了解之後 就可以發揮到時 嗯 其實謙虛而已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場地 確實是一個 不容易令大家專注的地方 因為後面 是有很多官兆青人的地方 哦是呀 很開心啊 所以 想像中你一定很熱愛你的工作 所以剛剛是非常流暢 那麼下一條問題 我們交給哥倫敦吧 那我想問Alee 你有沒有一些想和我 有AHD的人 或是他做村子 我沒有講風格 因為在做村子 我沒有經驗 他更加給我認識的人 但是我總是覺得 我不會視AHD 或一個人的朋友 就是我覺得 可能他真的會 的而是 帶給我們一些 商量的問題 或者一些不好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 你會保護自己 然後每個人都應該 有一個察覺 就是一個自己的一些 即是沒有討論 然後 透過他察覺之後 都會療療療療療療療之後 你就會懂得 如何跟他相處 而是 你認識自己相處之後 你就可以發揮到自己的所創 那我覺得 這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都應該 會被公主和眾做的事情 我們非常之多謝Alee 非常之無私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的經歷 甚至是一開始 初入獲的時候 一些挫折 是非常之好的一個問題 再次請大家的掌聲 多謝Alee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文師傅 歡迎著 之前Alee 也會支持Alee 即是一部呼籲 希望大家都一起關注一下 A2HC的問題 這個時候 我們邀請Alee 繼續留步台上 可以來這一個為戰 兩者一下 因為接下來我們會成功 因為我們接下來 會進行一個 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 首先 再次邀請主辦機構代表 Amanda 及主例嘉賓 朱主席到台上臉 我們有請Amanda 在其中間的位置 主主席可以去到 右小竹的位置 對 沒錯 謝謝 接著我們有請 以下的嘉賓 到台上一堂小前的一個方案 一式發揮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學會科學大學教授 郭黎玉晶學士 掌聲有請 最後我們有請 Pakena 武田藥品香港 又是公司的 Pak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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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 為我們的嘉賓門 送上我們的儀式道具 先有請 我們的嘉賓門 準備一下 一會兒 水平去翻轉 我們的儀式道具 如果你看到 你的標語 已經是上下倒轉了 可以先上下倒轉一下 準備一下 因為我們稍後 水平去翻轉 我們這個開幕儀式 在揭開神秘面紗之前 我們先邀請我們 各位嘉賓 拍攝合照 可以看一看我們 大會正中間的攝影師 同時 我們可以邀請在場 各位嘉賓 一會兒我們一起數三聲 由三數到一 讓我們的嘉賓門 知道何時 去為我們進行這個香港的見識 大家可以繼續看一看 大會中間攝影師 好 中間的小朋友 是不是拍到了 接著看一看 左邊 左邊 左邊都有些朋友 在舉機 OK 然後看一看 右邊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拍到 這張美照 好 如果大家都準備好的話 我們數三聲 由三到一 然後有請我們 各位嘉賓 在水平翻轉我們的儀式道具 準備好 準備好 3 2 1 專絕力失調及過度 互相證 關注兜2023 選擇開始 我們再次有選 八位嘉賓 拍攝合照 可以看一看大會正中間的攝影師 跟大家認識到它 可以稍微放低一點 不要遮到大家的樣子 可以看一看大會中間的攝影師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八位嘉賓手上的信息 大會希望透過今次 AGHC關注週2023 令到大眾更加認識 專注力失調 以及過度活躍性 可以及組應 這盤條 都勇和SEA 一起支持AGHC的朋友 扮揮所詮 令社會能夠更多元快的光榮 可以接著網上左邊 接著各位AGHC的朋友 導致成功認分 然後再往往右邊的視頻朋友 OK 中間的視頻朋友 是不是已經接到 OK 好 謝謝各位嘉賓 也有請各位嘉賓 手持你們的攝影師道具 去到座位那裏 準備一下我們即將的合照 可以繼續手持你們的攝影師道具 去到我們的座位當中 拍攝一下我們合照 看過這麼開心的日子 當然我們就要為大家 拍一張全場的合照 而這張合照 將會在台上 向台下去拍 各位工作人員 會分開不同的標準 或者道具給大家 有道具手的朋友 可以拿出來合照 而且其他嘉賓 都可以給一個心心的小狗 代表一個 一起將這個 充滿愛的信息 傳遞出去 讓我們統一一下心心 因為心心有很多種形狀 我們用兩隻手指 去代表著這一份愛心 象徵著 我們將這份愛心的信息 傳遞開去 讓ADHD 受到更加多的關注 有更加多的 或者是ADHD的朋友 去得到成功之路 好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小律師 剛剛舉手這位 舉一舉手 來 看一看他 不動能力的心心 將這一份愛心 去留給所有看到目像的朋友 好 看一看正中間大會示範師 舉得最高正中間那一位 好 如果有哪一位未拍到呢 舉一舉手 好 恭喜一位 好 是不是大家已經 我們可以看一看台右的那位小律師 甚至可以歸動一下你們的心心 讓他感受一下大家的這一份愛意 OK 非常之多謝大家 謝謝各位 多謝大家 給點掌聲 各位 那接下來呢 未自重感謝狀況的環節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請香港 成人專注力協會 以及 Blacksoft ADHD 創辦人 Amanda 來到台上 小心啊 小心啊 請主力嘉賓 和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朱文哲先生 到台上接受 剛剛呢 兩位嘉賓的分享呢 都帶出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有一個好一節的信息呢 就是 對ADHD的認識 越多就會越多人 恩義受惠 立上成功之路的了 所以大家記得 將今天的信息 都傳給他 好 廣望就是 我們現在先去看台上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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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